现在是早上大概7点多钟 然后他们还有两个朋友 他们6点半就走掉了 那会天还没亮呢 他们就走 真的是恐怖 这会是7点钟天才刚亮 然后昨天不是下雨 昨天下雨就没去黄山 直接来洪春的 所以说我今天打算自己一个人 在把洪春这边附近跑一下 然后再去那个黄山那边看一眼 然后就走 当然可能这样的话就来不及回去 今天可能得稍晚一点到家 走吧 困调关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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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我去他们怎么退房的呀 我的车想看看山路不是太好走 说说吧 先去洪村那边看一下 这边是属于洪村外围 我现在待在地 现在开始出去啦 今天不下雨的话真的在这边跑跑挺舒服的 哪怕是冬天也挺舒服的 好像洪村是在这个方向吧 看一下 从这边走 哦这个湖不错 我要进去拍个照 咳咳 苏地苏A苏F 呃还有江苏南童们 不错不错不错 啊我要我要我要上这边 我到这边来就是想拍个照的 哈哈哈哈 哦 现在这边还没开放了吧 啊 已经开始了 这么早也没什么人吗 哈哈 往前多一点 好 đây 咳 n water he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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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zk 这边就是那个洪村外围了 这边整个一大块地方都是洪村吧 应该算是就是这种古式建筑 还不错 谁带劲谈谈 这还是小野马 请我哔嚴 昨天跟着他们跑跑不开 今天不下雨 我自己一个人跑过山 我看见黄山市百家摄影点 塔川秋色录一下 塔川秋色录像